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11月19日,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批准了继续在加沙地带地面行动的计划 目前乙军的行动集中在了加沙北部 根据计划,很快将在加沙南部开展行动 乙方公布,乙军定点清除了哈马斯通讯和宣传官员之一的穆斯塔法·斯瓦夫 他尽管藏在地堡中,还是被发现了 被清除的哈马斯领导人和指挥官越来越多 未来只会更多 前一日,乙军摧毁了一处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的住所 同时还摧毁了哈马斯的一部分军事哨所,基础设施和资产 另外,又发现并摧毁大约35个隧道竖井 又搅回一批哈马斯分子隐藏的武器 同时,以色列海军也参与了针对哈马斯的打击行动 对哈马斯可能逃离的海上通道进行彻底封锁 想从海上逃走也不可能了 随着加沙战争持续,乙军的伤亡也在增加 最新消息截至11月20日 乙军阵亡人数达到了65人 加上10月7日在哈马斯偷袭时阵亡的300多人 接着目前,共有380名乙军官兵阵亡 而哈马斯经营多年的战术隧道 正在成为埋葬他们自己的坟墓 有消息称,乙军目前可能使用了针对地道的云炸弹 炸弹引爆后瞬间在地道的多个出口喷出浓烟 藏身其中的哈马斯分子不被炸死也被闷死了 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乙军方透露在乙军的打击下 截至目前也有约1.5万哈马斯分子被闷死在了地道中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 加上在地上消灭了几千人 哈马斯可能已经有2万人被消灭了 如果再算上私自逃跑的 剩下的哈马斯分子只有几千人了 过去一天,乙军继续对加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重点是哈马斯军事老巢西法医院 二时凌晨,乙军发言人丹尼尔少将 公布了西法医院的监控录像视频 和部分的哈马斯地道入口视频 视频显示,哈马斯分子在10月7日当天 将从以色列境内绑架了尼泊尔和泰国游客 劫持到了西法医院 其中一名人质受伤很重 被抬到病床上 而另一名双脚受伤的人质 是被强行拖进医院的 目前这些人质的去向仍然是一个谜 一位旅以华人学者也披露 乙军找到了西法医院的一段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 在10月7日当天 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对以色列境内洗劫之后 把绑架来的泰国和尼泊尔人质关进了西法医院 这再次证明 西法医院就是哈马斯的老巢 他在医院名号的演示下 进行恐怖活动 以方还公布了被哈马斯抢走的乙军军车和哈马斯分子 乙军第七装甲旅旅长 埃拉德 和祖领上教 还展示了两名被哈马斯在西法医院杀害的人质 烟狐迪维维斯和诺亚马西亚诺的遗体视频 他们两个的遗体 一个在西法医院 另一个是在医院附近的公寓中找到的 同时 乙军还公布了在西法医院内找到的哈马斯 地道竖井入口视频 视频显示 在进入入口10米后 延伸到了整个地道网络的一部分 目前乙军依然采取之前的做法 不进入地道 而是发现地道后就摧毁他 填埋他 推平他 一位在加沙工作的英国医生 接受了法媒采访 他曾在西法医院和其他的地方的医院工作三年 他说 在所有这些医院里都有医护人员 不能去的秘密场所 这些场所都不是用于医疗救助 而是其他目的 他还称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90% 都惧怕哈马斯的迫害 显然 哈马斯比以色列更让医护人员和巴勒斯兰人感到可怕 这也再次证明 是哈马斯 绑架了医院及医护工作人员 甚至所有加沙人 除西法医院以外 以方还指责哈马斯利用其他医院进行恐怖袭击 有个哈马斯自己发布的视频显示 在乙军进入兰蒂斯医院后 仍有哈马斯成员直接冲入医院 试图引爆身上炸弹进行自杀式的袭击 不过他没有成功就被乙军击毙了 19日 乙军又摧毁了加沙北部一些哈马斯地道 媒体介绍在乙军进入加沙之前 哈马斯已经将地道网络 修建制了遍布加沙的每一个地方 将加沙控制的如同监狱一样 医院、学校、幼儿园、难民营及个别的社区 还是哈马斯控制的重点和军事基地所在地 虽然哈马斯否认乙军的指控 但一件件证据在那里摆着 包括哈马斯在以色列境内如何行凶杀戮 折磨强奸斩首等有视频和照片佐证 做过的事就无耻的否认 虽然是他们的习惯但已经没有用了 是个正常人都能判断出谁是恶魔 19日当天 乙方已同意向加沙运送燃料 据透露 过去一天有12.3万升的燃料被从埃及运往加沙地带 这显然是乙方受到了压力之后的无奈之急 至于这些燃料是否被哈马斯截留 用脚趾斗都能想明白 有媒体评论说 在哈马斯得到这么多燃料供给后他更不会释放人质了 他用人质换取更多的好处 昨日以色列军方表示 正在努力从西法医院中输散尽可能多的患者 估计乙军要把西法医院作为重点 继续进行挖掘 据称 乙军又在西法医院找到了两具人质尸体 一名86岁的以色列人和一名22岁的坦桑尼亚公民被确认死亡 目前 哈马斯手中还至少有236名人质 另外 媒体透露 哈马斯在10月7日 还绑架一名泰国孕妇 如今这个孕妇已生下一个小孩 可怜的孩子 出生就做了人质 在10月7日 哈马斯恐袭以色列的当天 12岁的利尔和他的姨妈阿亚拉 利尔的双胞胎哥哥 祖父阿维亚 赫茨罗尼 他们四人全部被哈马斯杀死 10月23日 他们四人被一起下葬 然而小利尔的尸体仍然未能找到 跟亲人一起下葬的只是他的个人物品 以方没有放弃 直到10月19日 有关方面终于找到了小利尔的遗体 通过技术鉴定 确定新发现的一具遗骸 就是12岁的女孩 利尔 普通人很难想象 哈马斯的残暴和变态 他们对包括12岁女孩下手 无差别的杀戮男女 老幼 摧残 强奸 折磨很多女性 这样的恐怖组织 如何能让正常人 对其原谅和宽容 18日 有超过3000的以色列人举行了集会 并前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达抗议 要求尽快解决人质问题 据称 哈马斯方愿意释放50名人质 以换取暂停3到5天的战斗 和恢复燃料供应等 而乙方则要求释放87人 包括13名母亲 40名儿童和34名外国人 最新消息是 人质交换并未获得进展 从中间斡旋的卡塔尔宗里表示 以色列与哈马斯人质协议仍面临小挑战 没有提供细节和时间表 评论认为 以哈马斯的尿性 已经获得大量的燃料后 释放人质的概率只会变小 哈马斯比一般劫匪更残忍 狡猾 他们劫持人质 就是为了自身续命和讨要好处 这一点其实很容易明白 有的人就是装糊涂 宠好人 祸悉你 只会遗害未来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 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了 他称在哈马斯关押的所有妇女和儿童获释之前 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不会大幅暂停 以色列在军事方面没有问题 如今 面临的压力主要有两个 人质和舆论 而这两点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碰上哈马斯这种组织 除了一鼓作气把他们干些活了 没有其他的法子可用 任何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声音 是否停火也一样 身处室外的人和被绑架者家属们 更容易从道德或情感上思考问题 而不是从源头或根本上去考虑 解决问题 哈马斯就是利用了处身世外人口的这一特点 以前曾屡事不爽 绑架卖惨 呼吁谈判 获得好处 这操作手法越来越熟练了 普通人包括一些西方政客 他们不去想这些 其中有些政客为了迎合道德或情感 还故意引火烧向以色列 这么多年 以色列曾被哈马斯丸于鼓掌中 经历了教训是沉痛的 而且这次哈马斯变本加厉 过于残暴没人性 以色列痛定思痛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从乙军在加沙的行动 集对哈马斯发出了全球追杀令 就可以看出 这一回哈马斯很难逃脱 被彻底消灭了命运 文明人大都具有怜悯包容同理心 做事有底线 所以他们也容易被野蛮人所欺骗和玩弄 野蛮人做事是没有底线的 很多在正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野蛮人都会干 而且干后还会炫耀他们很有能耐 也因此在遇到野蛮人的时候 你不能用文明人的正常思维去应对 而是先制服他 然后再讲道理 否则文明人被欺骗玩弄 是小事 搭上性命的可能都很大 就像日前以色列 驻华盛顿微博介绍那样 一个和平组织的领导人 73岁的女性 她坚持了20多年 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服务 将巴勒斯坦人送到以色列就医 结果 她还是被哈马斯无情地杀死了 农夫与蛇的故事一再上演 她警示着很多人 但还有不少人 并没有弄懂蛇的本性 不分善恶的同情心泛滥 除了自己身受其害 还会连累更多的人 很多实力证明 在文明与野蛮的交手中 由于文明人具有怜悯 包容 同理心 做事有底线 很容易给对手留下一线生机 让其再次满血复活 反噬文明人 正确做法是作为文明人 在确认遇到了野蛮人 以及野蛮行径时 如果有能力击败他 就不要迟疑 更不能包容 如果你暂时没有能力击败他 也不要气馁 而要不懈地去想房子击败他 因为野蛮存在的本身 就意味着对文明的威胁 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的出路 就在这里